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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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立昭武镇,后生为昭武县 西晋元康元年291年,会帝司马中为帝其祖司 马昭会将昭武县改名昭武县 其实,建安郡属江州管辖三由此,就邵武这一地名,和司马昭存在直接的关系 而就该地区,而就该地区来说,自公元291年建县,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 东晋太宁太宁元年,323年,又改邵武县为昭阳县,一座武阳,南朝刘宋永出元年420年,又改邵武县,仍属建安郡 公元589年,隋文帝阳间建立隋朝后,邵武县改属泉州,积金福州 公元592年,隋朝将隋城县金泰宁县,并入邵武 其实,邵武县属辅州 大业元年605,辅州改为林川郡,邵武属林川郡 唐武得四年621,隋城从邵武分出,复立为县,邵武县属建州 五代十国时期,后进改邵武县为昭武县,后汉改昭武县为邵武县 四最后,北宋建立后,邵武县属福建路 元朝时期,金县及邵武是一带属邵武县 明洪武元年1368,改邵武县 为邵武府,属福建城宣布正式司管辖 清朝取代明朝后,邵武县属福建省邵武府 到了1913年,邵武县属建安道 1926年,邵武县只属于福建省 1983年10月,撤销邵武县,设立县级邵武市 1994年9月,撤销南平地区,设立地级南平市 县级邵武市属福建省南平市 截至2018年底,县级邵武市总面积达2852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为31万人 对此,你怎么看呢? 欢迎留下你的观点,让我们一起讨论 文秦怀历史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文秦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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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